我們一直很期待 就是說蔡英文 你對於這個論文們 有沒有最新的回應 因為這是繼這個 倫敦大學直接完全撇清 說他們手上沒有持有關於 蔡英文的任何的 關於論文資訊 要大家去問LSE之後 總統府到現在為止 沒有最新的說法 倒是旅美學者林環牆教授 他有一個進一步的動作 說已經透過了英國的 這樣一個網站 發函給LSE倫敦政經學院 也就是要求他們撤下官網 在2019年當時PO出的聲明 這個聲明是為蔡英文背書的 但我首先先請教楊明 LSE現在在等他會不會接球 怎麼接球 還有我不知道這個網站 就是說林環牆教授 透過這個網站 這個網站的本身 他有什麼意義和代表性嗎 老實說我對這樣的訴求 我覺得我不抱太大的期待 為什麼 第一個他不是司法機關 然後就算倫敦政經學院 把這個聲明撤下來 你就會相信 就是說台灣人就會相信 蔡英文總統的博士 都是假的嗎 假的 這不能等號 所以我相信在台灣 其實有時候我會從比較政治 的謀略上面去分析 就是說在台灣為什麼有這麼多人 不相信蔡英文的論文是真的 那這是總統府 你說明不夠清楚 還是你蔡英文給人信心不足 因為老實說 蔡英文的學歷是真的是假的 不影響他能不能擔任這個總統 最多是他丟臉 最多是他 如果今天他真的是假的 真的就有辦法證明他是假的 他的總統職位 不會因為這樣丟掉 可是重點是在於說 為什麼總統府在 你要知道20... 今天2022了 2019年的12月2號之後 12月之後 總統 我們蔡英文總統 從來沒有開過任何一場記者會 讓媒體提問 對 這才是問題 為什麼這一段時間 你都不願意再面對媒體 接受媒體的訪問了 你是不是真的有點 想要避開什麼樣的質疑 這才是我身為媒體的人 因為如果老實說 今天如果你都是派 張多登涵也好 或是誰出來講 我覺得那個也沒關係 但是論文門這個問題 從2019年你選 總統連任到現在 已經第三年了 三年了 對 而且我相信很多 其實我曾經一度 我都覺得說 是不是哪裡怪怪的 我說這樣看下去 這些學者拿出來證據 好像真的有點奇怪 可是你知道我學歷很低 我學歷大學畢業 我沒有資格去講人家論文 真的講 我沒有這個能力 然後加上又是英文的 英文的東西 又是30年前 你要怎麼去查證去考核 好 這些專家學者們 去考核的結果 他們認為是假的 可是我們的總統府 除了那一次的記者會 拿出那樣厚厚一疊 那個銀本拿出來給大家翻翻翻 然後還要戴手套有沒有 然後翻完這個記者會之後 就沒有再多做說明了 頂多就三言兩語 對 就是不斷的強調說 LSE已經說 他這個論文是真實的 那為什麼 老實說 為什麼 如果你與其 這樣所謂的論文們 這樣的言論 不斷的在台灣各個基層 各個社會去擴散 新早我都跟我的粉專的朋友說 不好意思 我不討論論文 因為我沒有能力討論 但是如果今天很多的 很多的網友會私訊來罵我 對 他會罵我說 你怎麼可以不討論 這個才是攸關什麼台灣的總統 怎麼可以去詐騙什麼 我說很抱歉 因為這不是我能決定 他是真還是假的 能不能決定真還是假的 要嘛是司法機構 結果 所以我說 我一直覺得很遺憾的是說 彭文正先生 當他在台灣採行司法程序的時候 他最後決定的是離開台灣 他讓他被充氣 然後讓他變成 好像他是被迫害的感覺 他現在在國外 他國外繼續查證也沒關係 但變成台灣的司法 他沒有辦法變成有一個結束 會導致你知道嗎 變成一派人說 台灣就會司法迫害 信者橫信 司法就是會站在蔡英文那邊 當你連台灣這個所謂司法 正義的這一道防線 都沒有辦法手穩的時候 我們沒有人可以相信 什麼是真的什麼是假的 這才是這一件事情 最大的危機 是信任危機 所以我說如果今天總統府 真的有感受到 就是說這些問題 為什麼會這樣持續的 英魂不散 你要說英魂不散 因為是蔡英文的英 就是說你的這30年來的論文 的這個爭議 為什麼會不斷的糾纏到現在 你為什麼不可以講清楚 而且他越不講清楚 就是越糾纏下去 對 一定會 可是老實說 我就會覺得說 那到底誰能夠當公道伯 把這個事情說 誰是真的 誰是假的 現在沒有 LSE真的會把這個聲明撤下來嗎 我不認為 如果真的接下來這幾個月 如果倫敦政經學院真的會把他網站上面 幫蔡英文澄清說 背書的那個聲明撤下來 那蔡英文真的就得要出來面對了 如果真的有這麼一天 真的你蔡英文得要 因為現在蔡英文總統 總統府的發言都是說 因為倫敦政經學院都已經聲明 公開聲明他的論文是真的 他的博士學位都是真的 就是這樣 所以對我們來說 最關鍵的是信任危機 這比他論文是不是真的 是假的還重要 你如果一個領導者 你不斷的有一群人 而且看起來是越來越多人 在質疑你了 質疑你的這個公信力的時候 你的領導威望就會降低 但老實說蔡英文不重要了 因為他沒有要再選舉了 就算今天論文是假的 他拿你沒辦法 然後你說你能夠把他關起來 能夠把他逮捕怎麼樣嗎 老實說意義不大 但是如果這樣的事情不斷的擴大 未來在台灣 任何一個政治人物的公信力 都會被這樣的質疑的時候 這才是台灣最大的信任危機 可是民哥 但是這一群人 而且可能是越來越多的人 就想要知道真相對不對 想要知道到底是真的是假的 我們現在看到了 反正林環牆教授 做到這一步了 我們也不知道LS1會不會接招 或是怎麼接招 他說如果不理會 繼續不理會的話 教授說會申請LS1的內部審核 再來就是向英國獨立機構 資訊特任官辦公室高莊 其實這些程序 他們一直都有在做 一直在做 有的時候好像有點盡載 有的時候好像又退回原點 現在是讓我比較覺得 奇怪的東西就是 倫敦大學最近又說 他們手上沒有任何關於 蔡英文博士的資料 對 他推給LS1 對 LS1之前也講過 他手上並沒有這些資料 表示LS1跟倫敦大學 都沒有這些資料 可是問題來了 在英國的法院的時候 法官是說我看過這些資料 可是為了保護當事人的權益 所以我不能公布 也就是法官那個態度 好像是認為說 確實有相關口試委員 指導教授這些相關的資料 只是因為要保障當事人 所以我不能告訴你 請問一下這個法官在說謊 因為現在倫敦大學跟LS1 告訴我們他們手上都沒有資料 如果他們手上都沒資料 請問一下法官你為什麼會有資料 這不是很奇怪 不會是那個律師衛造出來了 那到底怎麼回事 因為這件案子讓人家覺得 非常吊詭的就是 你當林環牆教授彭P 他們越查下去的時候 你會發現細節查得越多 疑點就越多 然後奇怪的地方 自相矛盾的地方就越多 這個通常不會發生在 正常的論文的情況下 可是問題是這些 你通通都不能當成直接證據 對 因為這個事情就卡在一個 其實我這麼說好了 李梅珍最近他論文的關係 被起訴 可是那個是為什麼你知道 那是因為他自己也跟中山大學 退回那個措施 然後中山大學開放讓檢調去查 然後現在才出現這樣的一個問題 可是LSE現在有讓人家 真正去查什麼嗎 並沒有 這一切我們現在聽到 都只是LSE官方的說法 他並沒有開放讓你去搜查 讓你去檢閱 沒有 其實根本沒有 那LSE我的看法跟楊明一樣 我不認為他會說 其實我沒有發過蔡英文 1.5個博士 沒有發過這些東西 都騙你的 他絕對不會講這種話 絕對不會 絕對不會 那好啦 絕對不會 那你這個就繞不過去了 是 所以我個人一直覺得這個案子 就是到最後就變隱親封命案一樣 法律上查不出個所以然來 那在民間也是眾說紛紜 那各自有各自相信的對象 那就好像阿扁案 大家不要忘記陳水扁案 現在陳水扁雖然在外面 跑跑跑當主持人 可是他還是有案在身的 但是台灣就是有那麼一狗票的人 相信他從來沒犯罪 都是國民黨栽贓 陷害 誤蔑 是馬英九最殺 就是有這票的人相信 所以你要怎麼辦 那其實這個案子說真的 你說蔡英文是在怕這個案子嗎 我根本一點都不認為 我根本不認為是這樣 我覺得是 因為他在第一任的前半段 他講了太多的話 他犯了跟馬英九一樣的錯誤 接受了太多媒體的訪問 你講的太多的話是針對論文 不是吧 不是不是 針對所有他自己的施政相關的東西 當時因為剛當總統 很拽 覺得自己很了不起 有很多想法 接受媒體訪問 記者問就答什麼的 那個時候記者比如說 總統今天怎麼樣怎麼樣 他還會回答 會回 那時候會 那結果就犯了一大堆錯誤 就跟馬英九一樣 多說多錯就對了 他在2018年大敗之後 深刻了解到這是一種錯誤 所以他就開始盡量 解少自己的發言 那反正現在有一個 愛出風頭的那個人叫蘇貞昌 什麼事情就讓他去頂就好了 他幹嘛要去出這個風頭 他已經連任了 有什麼差 我還以為賓哥說的是柯文哲 沒有 柯文哲是另外一種 那所以對蔡英文來講 他這樣做是對的 我覺得是正確的 因為他減少讓民眾看到他錯誤的地方 你看蔡英文施政濫成這個樣子 他最近TVBS剛公布的民調 滿意度是41 還行 討厭的才40 所以持平 為什麼你知道 因為多數人對他越來越沒有印象 因為所有的政策看起來都跟他 沒什麼太大關係 雖然其實萊豬什麼的東西 都是蔡英文說要推動 可是真正在執行 不是蘇貞昌就是陳時中 跟他都沒關係 看起來 這樣子他的仇恨感就沒有那麼深 所以你看蘇貞昌的民調 所以即便是要澄清論文門 他都覺得不要 就是小碰為妙 論文門這種東西 如果有辦法三言兩語就說清楚 三年前他就已經講清楚了 就是因為他自己也知道 他不可能說清楚了 那我既然不可能說清楚 我乾脆不要講 就是這樣 我上個禮拜還是上上個禮拜 他剛好被一個記者逮到 猛一下問他說 那個論文門的世界 然後他臉上表情是這樣 先是苦笑 然後搖頭半天不知道該怎麼講 然後這個 然後這樣 就是臉上那個表情超級多 你會覺得欲言又死 然後那種苦衷很多那樣子 是有這麼痛苦嗎 我必須跟大家講 蔡英文年紀平不大 他到現在才六十幾歲 六十幾歲他的同儕 還不會全部死光了吧 當年你不要說在LSE 可能唸LSE的人比較少 至少他政大應該有同事 當年跟他一起有同事 他的指導教授應該好幾個 還健在 沒人出來 或是他前面的長官 應該很多人還健在 這些人為什麼沒有半個人 出來講話 對 沒人出來 我覺得很奇怪 如果蔡英文是被冤枉的 他當初進政大一切 都是合情合理的 當時蔡英文總部 一個朋友都沒有 然後一個跟他比較要好的長官都沒有 然後出來幫他講句話說 當年就是我面試蔡英文的 完全一切資料我都看過完全合法 這講完不就沒事了嗎 那為什麼都沒有 這才是讓我覺得最奇怪的地方 你不覺得這個人像個 突然之間 就好像我們常常在網路上面看到 有一個從什麼2050年回來的那個人 蔡英文好像突然之間 時空旅行 蔡英文好像突然之間 從西元2200年 突然超越時空 跑去念了LSE 然後又開始從任意門 跳到去念政大 去政大教書 他所有的過程全部都是神秘的 沒有人知道他怎麼來怎麼去 這才是最可怕的一個地方 我覺得蔡英文總統 如果你真的擁有這種武器 這是我們反攻大陸的契機 你一定要好好擁有 真的 台灣有這個武器 我們絕對是世界霸權 你真的不能再自私自利 要趕快把它傳授給國軍 國軍有這個一定所向無敵 首先차兩位 突然去正玩 大家想玩 lerini在一起